刚才我们这个数字成功之后 我是不是几秒钟跳回到这来了 是不是啊 这个几秒钟跳回这边用的说一下 GS在哪控制呢 给你看一眼啊 这里面有个数字成功页面吧 是不是啊 这里面是不是写在5秒钟跳到这个手机啊 是不是啊 5秒钟 然后4321怎么控制呢 GS是不是啊 这里面找一下 是不是有个叫unload事件 start这个对不对 咱们找一下呗 这里面是不是有个mycs啊 咱们找一下 mycs mycs 这个 上面是不是有一个叫 start 是不是这个啊 这里面干什么呢 是不是掉了一个set interval 启动计时机 是不是一秒钟触发一次 这个触发它干什么呢 是不是掉这个方法了 这方法里面得到那个死板标签对不对 然后这里面它的印象 拿到 它印象盘是不是得5啊 对 是不是 就是5 对不对 拿到它这个值 然后 付给它 然后把它 减1再付给它 是不是啊 所以每次掉它的时候都减1啊 如果减到它变成0了 我们是不是把GC看什么了 清除 清除了 然后lokic net curve 是不是跳到印太太三心了 对吧 对不对 这里面每次咱们减1的时候都把它值付给它 再付给那框里面去对不对 很简单 你们都学过这东西啊 好来 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听我说 这事还没完 注册这个事就这么就拿倒了吗 按照这个需求来说 我说你们这句话应不应该写 当然那个不同网站需求不一样 你有个网站做完之后 是不是直接让你上那个手印了 都不在 是不是浏览去了 有的不需要你激活 但是如果说要你激活的话 你这句话不能写 是不是就不能写了 大家注意啊 现在我这个是让你 咱们做一下这个激活功能 是不是 所以这个同学们 要求 用户激活后 等路 对不对 激活后才能 等路 就是同学们 所以什么呢 所以不能 把用户 信息 保存 三十分钟 是不是 那大家想想考虑一个问题 我什么时候发邮件呢 怎么表示做事成功啊 发邮件 发邮件是不是业务 是不是啊 是业务在哪里写 咱们没必要在这写 对不对 没必要在这写 你吗 在哪呢 是不是有这个设备子 设备子里面 这是不是代表 用户注册是不是 用户注册啊 用户注册啊 用户注册 是不是成功以后啊 哎 是不是成功以后发啊 怎么发呢 这我得讲的 邮件得发送这个东西了啊 其实非常简单的 你们 发送邮件啊 来 看这里面 啊 比如说已经加过来了 我给你看一下 对吧 咱们要这里面是五包啊 就加完 x等慢了 看不见 你这么一个包 看到了吧 这个包就可以 给你封上那个发送 发送邮件的东西啊 这里面有现成一个布局类啊 发邮件的 是这个 就这么一个类啊 你只要把类拿过来就行了 来看这些 发哪儿呢 右条 看我们有点 莫达克的右条 是不是这个 来 就是了啊 我听一下 这个东西啊 我简单跟你说一下 你会用就行啊 我这里面是不是接几个变量啊 是不是啊 看起来啊 第一个 这是说啥 说什么呢 这是从哪发的邮件啊 2 是发给谁 能理解吗 这是谁发的邮件 这是发给谁 能理解这俩吧 下面你们 用户名和密码 这是你 假如说是你吗 你是服务体长 你是开发人员 你是不是得整一个 什么服务器 对不对 这你是163呢 还是雅虎还是搜虎 这无所谓啊 那下边 你是不是得登录这个邮箱 服务器的一个 用户名和密码 有这三样东西 你们 是不是就可以发邮件了 对不对 那么往下看 你们 这里面有个Problems 你们 这就直接拥就完了 那个System点的话 就是写出一些系统信息 写日的啊 这个都对是吧 这里面是不是写了三个配合外流啊 对不对 我简单说一下 这个耗的主机是不是 这个 你要是这个 我不知道你们这个邮件安不安过 这是自己的邮件客户端 如果你要安自己的 邮件客户端的话 那你就得配置一下这个 服务器 服务器材数 这一个同意们 我在里面有的 这大家知道行了 这里面同意们 耗车主机 配置什么呢 这就是你要指定哪一台服务器啊 服务器 这个啊 SMTP 这是一个协议啊 就这个上面呢 这协议 我给你拿 就把这个拿上面来吧 拿上面来啊 SMTP是一个协议啊 告诉你这是一个协议啊 什么协议知道吗 兄弟们 SMTP是个协议 还有POP3 POP3 SMTP是发邮件的协议 POP3呢 收邮件 收邮件的协议 给大家知道就行了 我们发邮件是不是写这协议啊 对不对 主机是不是要连接163服务器啊 你要是连接 这个雅虎 你就写SMTP.Yahoo 有点卡不能理解吗 什么理解吧 你要用哪个服务器 你写什么点卡不能理解吧 当然前面这是协议 因为我发邮件啊 下边这个是 是否验证你的用户的啊 就是验证 是否验证你的用户信息 验证验证不 这是用户名码对不对 验证你那个用户登录的信息啊 往下看呢 你们这里面 看一下行动里面 这里有三寸是不是 这个三寸干什么用呢 这是哪个包的 这不是咱们那个三寸的东西吗 不是我们的三寸 这加了Mail包的提供的啊 这个三寸表示什么的啊 是整个这个邮件环境的信息啊 什么环境的信息 是他呀 对不对 通过这些个信息 是不是创建一个数据库的通信的连接啊 能理解吗 创建一个绘画也是绘画啊 下面这个输出调试机器 现在晚上有没有都无所谓啊 你这句话你写了之后 空材出来一堆机器 一堆调试机器啊 下面有个message 是不是啊 叫mime message 这个message干什么呢 是不是对应这个一封邮件的 这个message对应一封邮件 这个邮件你们都有什么东西呢 你是不是上面给谁发送的 然后是不是还有这个标题啊 是不是啊 标题下面是不是还有内容 你们都这个邮件都熟不熟一样 咱们我登录一下来吧 一会咱们发一个啊 这是3w.163.com 呀 把你上网是吧 点163.com 来 登录一下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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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我这这鸡啥活啊 这个 这鸡鸡活 咱看我是不是进来了这个 哎 那你要比如说咱们这样的东西吧 咱们进入邮箱来 你要发有这样的东西吗 发 写信是不是啊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 收件人呢 他有个标题 他有内容 是不是对三部分 对三部分 那么也就是这里面 这个message 是不是代表一个整个邮件啊 那么代表整个邮件的话 就得包含三部分 是不是啊 看第一个 message.sad from from 是不是谁发邮件啊 那谁登录就谁发送呗 我这里面是不是from 是他啊 对不对 我是不是自己登录用名 密码了一个 是不是对吧 哎 那么from就是我的邮箱地址呗 你发过地址之后 是不是他知道给你怎么回啊 是不是啊 那第一个 第二个咱们说 标题 message.sad这个 这个东西吗 这就是标题 这标题是谁呢 是这部分 是不是啊 你那边搜到的时候 是不是就里面写这个主题啊 标题啊 是不是还有内容啊 内容说 用户注册成功 请激活 请激活 请激活后等路 是不是啊 激活两个字 是不是有链接一点就可以 可以点了 对不对 这就是内容 内容部分 内容部分怎么说的呢 大家看这来 是不是message.sad content content message是谁啊 这只多说号 不用说啊 这只多说号 是不是他有一个 K有一个外流啊 message 同学们 就是我这部分内容 是不是传过来的 对不对 你传过来 是不是注册成功 请激活后 登录啊 就是这儿 那这里面设置一个编码方式啊 这种 tags的方式 你要是不写它的话 可以吗 这上面是不是有sad text的 这是纯文本的吗 纯文本 你这边是不是有 可能有一个 记忆文两个字 用A标签扩上啊 你要用这种方式 过去了好了 那边这一看 A标签都出来了 明白吗 我要用sad content 那这时候呢 他就把这个 标签 按照这个网页形成显示啊 我就不显示了 直接网页给你解析了 能听懂吗 能听懂 那记忆活 那记忆活生意们 这么写呢 就是 注册 来 注册成功 对不对 好 逗号是不是 请 激活 后 登录 是不是这个 那激活生意们 我是不是得这么写啊 2EF 客服 这么的 就是这样的 你这块写呢 什么呢 HTTP 然后 这个写号 刷新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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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W 点 POD UCT 然后.com 是不是啊 那后边是不是跟着一个 激活码啊 ACTI ACTI COD 然后等于 什么什么 什么这一串值 对不对 成绩不同 你要是这种 Size Count Size什么呢 你要是Size 这个Count 形式啊 它这个就不显示了 直接就变成了 是不是A标签成点的东西了 你要是Size 你还在这个Text的情况下 那好了 把这一对东西全写上来 就这点区别能力啊 下边这里面是Size 环节里面发送邮件的啊 咱们用Size Size. 这个 干这个方法给你们 它就仿为这样一个 这个对象就是 发送邮件用的这个对象啊 这里面说 呃 它点 Connect Connect是不是连接服务器的 你这里面是不是连接 这是163服务器 对不对 这是163端口号 这是服务器端口号 然后这是用名密码 这用名密码 是不是 我这个和这个 对不对 你要给别人发送邮件上里面 是不是你得登录一下 对不对 这是我的这个账号密码啊 那我向下方里面 这里面说 Card点Size Size Size 发送是不是 发送消息了 Message是谁啊 是不是这个三层对象 不是 这个邮件对象啊 是不是 邮件对象 另外一个Adress的宿主 是不是 这玩意儿写什么呀 to 是不是你要给谁发呀 给谁发 你们 你是不是传过来谁 我就给他 给他送别量了 你是不是传过来谁的邮箱地址 那就给谁发送了 这个地址是谁呀 我住宿的时候 你们 我住宿的时候 是不是填一个邮箱地址 你这个地址写什么 是不是就给谁发呀 哎 就把这个值传到这里面来就OK了 能解吗 那里面任务宿主 就一直意味着什么呀 可以给多人发 是不是啊 咱现在是不是就发一个人呢 就给一个值就完了 然后把那个 发送完之后是把资源关闭了 是不是 这些东西你需要背吗 根本不用背 你以后再写这个 你要用到的情况下 是不是会改就行了 改什么呀 你的服务器 你写这个项目的时候 你是不是自己你的网站 得有一个发送邮件的服务器 对不对 你注册完之后 是不是你把你的注册的邮箱地址写在这 然后你的登录名和密码 是不是写在这就完了 需要你改的值 是不是这两只传过来 一个是传过来一个 对方的邮件地址 是不是这个啊 这个什么呀 你给对方发的那个主题 不是内容吗 内容 能理解吗 那么一样 就是两 那么这个知道之后的题目 你掉下来就完了呗 弄一个来 我把这句话咱们粘过来啊 这句话 可能肥 可能肥 可能肥啊 是不是user service 是不是user service 在这儿对不对 我是不是得写一个叫strnd strnd 叫tmal 是不是等于这一串 他对一半卖省了 一半啊 msg 是不是这个 卖省了 这里面写了这一串 当然大家注意啊 这个串咱们 是不是最后发生的 邮件里面显示的啊 显示的你们是不是 连接到这儿来啊 这个code得谁啊 断断 加加 是不是啊 user.get active 是不是你激活码 在这儿啊 他是不是一点的时候 把激活码传过来了 对不对 下面咱们是不是那个叫 啊 send send 加网mail 是这个啊 点是不是有一个叫 send mail方法 就是这方法啊 这里面email message 是不是有了 这个写谁啊 是不是就可以了 哎 这就完了 啊 这个有什么用吗 是说这个吗 这个 这个啊 我跟你说啊 一会咱们发送一个 我真能发过去啊 但是能不能自己回来呢 回不来 回不来 现在我这服务器 我现在服务器 我发送到163 我刚才那个 是不是 我我用哪个帐户发的 我是不是这个账户啊 对不对 我用这个帐户发的啊 那么我这个是不是 刚才我登录我自己的163啊 我是不是用这个帐户登录的 我就发到里面 我能收到 我能收到 然后一点那我那 这个油件的时候 是不是激活了 激活的时候 我点的是不是相当于点的就是 哪去了 这个 是不是点的这个串啊 对 点它的时候我能不能回来 我问你 为什么回不来啊 我现在写 朋友们 这玩意我是公网的东西吗 我的域名都没有啊 是不是 朋友们 你不可能在这 在这块你写这个 Local house吧 你写127 0.0.0 发哪去了 发163 没事吧 都发了本机服务器 所以这个呢 我只能模拟一下 我只能往外发 回不来啊 回不来咱们一会自己再 手写一下 是吧 同学们 那咱们现在发一下啊 先发一下呗 我这带号 好不好使我不知道 试一下吧 包使我把它改成我干的 就是啥呢 来吧 天生是不是写完了 写完了 写完之后啊 我再重新部署一下啊 你们听不听懂啊 这玩意你会用的行吗 你们主要这里面是不是 哎我整个message 发回去 是不是变成邮箱里面主题了 这是我这是什么呀 邮箱地址 是不是啊 邮箱地址啊 那这个咱们注射一下 来吧 我看看里面这个有没有啊 没有 没有啊 没有咱们就 玩一玩来 这个啊 刷新 这一下好好早了呀 用户名 密码 这个无所谓是不是啊 我这个是不是注射 我当前这个英雄那呢 是不是啊 啊来吧 电话138 行 随便写了 什么啊 来吧 介绍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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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码一会儿我给你停了 是这个 我这是不是都得改啊 密码一会儿再说 别的没有了 保存一下 能看见是吧 拿我重新部署去啊 我还得重新注册一下是不是 那我注册这个网站的密码 肯定随便写了对不对 那你自己发我也得写我自己名了 好随便写啊 这是灰金如土啊 灰金如土 来吧走 开笑是吧 他可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过来了 激活 看不看到那边 是不是这个标题嘛是吧 标题再看一眼呢 这是我给自己发的 是不是这个标题过来了 那这里面是不是出来了 一点激活不就可以了吗 是吧 这包市这个点 你看能发过来 你发不过去 因为什么 大家看我这鼠标一放 你看这个 左下角 是不是3w.prodata的看吗 我这个 除非你申请个域名都不得 你把你网站 咱们真正部署到公网上去 你也申请个域名是吧 这个肯定包市的 你想都不用想 这一发到prodata那去 这么的不认识 万一这有这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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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上看看激活去呗 哈哈哈哈 好了 下面咱们激活一下呗 激活是不是要这一串 是不是啊 哎呀这个肯定是 我先拿过来吧 这没 既然激活不了 还没写激活功能了 是不是得写得这么烂啥 哎 没了急